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比较大的逆风的情况下 我们终于是顺利的输掉了比赛 那第二局也是杀的非常爽 因为毕竟有很多同学看我视频还是年纪比较小嘛 毕竟要让大家不能看到一个悲剧呢 以免对未来的这个生活充满了怀疑 这是显然是不合理的 于是第二局放了一个在队友的这个围绕下 杀了46个人的蚂蚁 那么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个人非常擅长的英雄 叫做雪魔 嗜雪狂谋 史格利古尔 这个史格利古尔今天中途碰到了一个非常没有节操的英雄 叫做力尺 这个英雄你看他这个出门装和大发你 哎呀呵 还被他反不掉两个兵 你看他虽然是个一级 但是非常精准的反不掉我两个小兵 力尺这个英雄你可以通过这局对线可以发现他一个思路 他思路很简单 他不求压人 不求杀人 只求压人 因为他只要保证自己的补刀 然后他前期是是一个回二出门 回二出门的话这个在那吃树他比较比较难被我压血量 就我本身我这个英雄耗血比较差 你看前期我卡冰卡比较好 已经想要耗他血了 因为他一级生的吃兵嘛 这必须展示一下我这个圆盾的强大功底 但是确实是前期因为买了一个圆盾 所以补刀不是特别好 所以赶紧没有补了一个补刀服 来加强一下我的补刀 这个 也是由于被他耗了一些血 所以三级学的是一个是一个吸血的 这个杀兵 杀兵回血的这样一个被动 杀英雄也可以回血 这个版本好像有助攻也可以回血 就对方英雄死了 就算有助攻也是可以回血的 然后这个力尺的他的思路就很简单 他前期一个回二 就是加上三个树枝 一个吃树 他这个出门装呢 就是尽可能保证自己的补刀 就可以压制我的等级 因为他本身天生可以吃兵嘛 而且我要跟他拼耗血的话也不划算 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回血的技能 回血的道具 每秒钟回两点血 一分钟就是120 然后再加上有一组吃树 所以说想跟他拼耗血 我这个英雄不是一个耗血型的英雄 地热技能对血量消耗非常的有限 哪怕我前期打拼卡比较好 上去想要跟他拼一波 但是也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三分钟补到了一个鞋子 本来是有一点想买补刀斧的 但是 诶 看一下这边我是有鞋的 这个小鸡应该是我的了 没有问题 让你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把你的小鸡暴露在我的这个视野下面 也是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是吧 这个力尺虽然说压不到他 也比较难杀 那我基本上把我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这里也顶着力尺的攻击 力尺不断的A我 然后给我弄瓦 诶 这里我是不小心蹭着好塔的仇恨 非常尴尬 还好 我是有圆盾的 而且这个力尺对我的人好像没有太大的想法 下路再送 这样的话我中路就先不送了 再补上350块 直接出一个相位 这样我的补刀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而且可以给我六级的那一波击杀 提供很多的机会 看我雪魔的视频的同学都知道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出相位这个道具的 这局前期的补刀并没有做好 但是顺利拿到相位 将会把这个劣势给扭转回来 好 慢慢的把补刀做起来 这样因为我的基础攻击力已经上来了 虽然说他等级上来 他NOVA耗血很厉害 但是我的这个被动也比较不慌他的耗血 所以我们中路是一个对发育的情况 倒是我们的边路拼得比较凶残 而且雪魔这个英雄他有个特性 就是前戏你要跟他配合不是特别容易 你像刚才赏金怪帮了我一波 就没有能够成功击杀 但这个英雄一旦到六了以后 他就非常的可怕了 他的大招的试法距离很远很远 以至于你不管是你先手还是队友先手 都可以非常容易的配合杀到对面的人 这段时间我的补刀也恢复了正常 因为看到了相位的希望 包邮阿门 下路的 下路的三个人 应该是赏金的积极的游走 再补一个冰相位 这个相位我先送吧 上台已经高破 赏金的瓶子应该是 我已经看出来他要送瓶了 但这波相位其实对我蛮关键的 因为我没这个相位的话 就算到六也不太好杀这个力尺 沟通一下 我也不去混线上的兵了 我们看到赏金这边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瓶子 我 我可以看出来 前期对方的优势打的是比较凶的 大库楼前期 补刀斧出门 而且有窩老给他加奶 这样前期补兵支币会比较高 所以我中路一定要确立优势 拿到这个相位之后尽快的 补到这个车 再补两个兵 我就差不多快溜了 你看这个力尺 还想补我的车 好就是这个兵 马上动手 不够急 让力尺又缩起来了 晚上了 也看不到他们上路的人 不知道我 你看果然是大哭了过来了 五级的大库楼 还有一个五级的力尺 我们这边赏金 再帮 这一波稍微有点风险 比较难杀 前期又来了一个他们的队友 这样的话 我中路的这种打穿的策略 看来是没有办法执行了 对方有三个人 你自己注意点 秘法的沃洛克 这局前期情况又是非常的不利 因为我中路没有打出什么大的优势 而两个边路的对手 好像已经有点炸开锅的感觉 我刚刚拿到自己的相位 看看能不能够去追一波机会 这边水人拨一下 跟胸口奶妹完成一波一换一吗 好像不是 是一个收割的节奏 我历史也赶到了 但是我这双相位鞋 再加上两级的三技能 三技能就是跑得快的这个技能 先收掉水人 看有没有机会再收府王 没有问题 收掉府王之后 这边应该是历史 有大招的 先给他一个筋膜 里拿一个踢没有踢到 被历史点死了 但是历史是有机会杀的 我马上相位又好了 好 被动有了 相位开起来 杀掉他 然后赶紧撤 对方应该是没有弹死 这波完成一双杀 两杀零死 一助攻 带走了对方三个人 稍微扭转一下局势 而且我的经济 你看本来 前期的补刀不是很好 但是拿到相位之后的这一波 一下子把经济打回来了 现在是八分钟 相位加1300 而且我等级已经有八级 中路的话 是从上路转移过来的 两个敌方的英雄 一个沃洛克 一个大骷髅 而我这边要 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这局势是需要扛压力的 所以我们也是话不多说 直接出基本装 这局不可能 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farm环境 因为对方已经压得比较凶了 如果我去farm的话 势必把队友都刷穷 所以这波出来打架 先给沃洛克一个大 看一下赏金这个位置 你赶不赶弄手 我给大骷髅 赏金不要砍这个人 对 杀掉沃洛克 这样回一波雪 好 三杀零死一助攻 前期的节奏有带到 然后再补一下自己的基本装 但是现在的话 没有什么血量了 没有什么魔法了 没血到我倒不怕 455点的蓝 不过我大招也没cd 这波我就瘫了一点 我就不回去了 慢慢等这个回魔 因为我现在这个装备啊 打野是非常快的 而且是无伤的 虽然只有两级的回血 但是打野的话 也可以方便随时支援队友 骷髅王是六级 身上有六个魔棒 我们不去惹他 坐等大招cd 等大招cd的时候 估计魔法也差不多够了 雪魔这个英雄 他前期还是要出基本装的 我觉得 你如果每次杀一个人 你就回家买个tp 补满状态 再出去杀人 这种雪魔就没办法滚雪球 你要想滚雪球 就买一点这种加智力的装备 比如说护腕啊 战骨啊 这些装备 你就可以不用回家了 这里想杀我 显然是不可能的 哦 直接交大了 这个沃洛克大杂的时间有点慢 早杂一点的话 我还是有机会被带走 力尺也是救活了 对方继续强势压我们的钟 我到中路蹭了五个魔棒 现在也是有大的状态 当然因为只有两级的回雪被动 所以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队友一个赏金 都在包 我先出来 我先出来给队友一个信号 好的 这个力尺先看能不能秒掉 虚无链面 哦 虚无链面一个跳数躲掉了力尺的 躲掉了力尺的这个大招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人头是被我的 雪 雪魔的这个D技能给干掉了 我们刷到力尺以后 看一下 这波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给队友拉扯一下空间 看有没有击杀第二个人的机会 哎好像是个一换一吗 并没有赚 虚无链面还是死了 我这边不得不吃掉魔棒 前期十分钟 对方一直稳稳的压在我们的中路 我也尽可能的在保持自己的farm的情况下去 尽可能帮助队友 作为一个中单 这是最好的节奏 你去帮助队友 不死 然后继续的去farm 赶紧把这个回血的技能加起来 大家可以注意到 由于我去线上混了几个魔棒 再加上护腕的三点智力和大魔棒的三点智力 我现在基本上的这个魔法是足够我使用R和D的二连了 不用怎么回家 这样我就赶紧 虽然是个残血 但是赶紧到上来 感觉到这个力是什么情况 我有点想给他丢大 但是我有点害怕 我觉得他后面可能会有人 而且这个力是 我杀他需要一些时间 先稳一点 我们的队友也不在 然后队友看到这个力是一段 一直在打我 应该是会来上路 跟我会合一下 这一波尽可能赚一票大的 好 有两个队友已经会合过来 果然来了一个骷髅王 这个我应该是不会死的 赏金 先给力是一个大招 力是 力是的大应该是在CD 我魔棒吃掉之后 放一波风筝 给队友一个收割的机会 好 干掉了力是 我这边就残了 但是赏金 哎 这波我就白卖了 而且这个可能 上路这波没有卖成功 应该算是已经成功了 但是赏金 他不肯走 跟骷髅王拼了一下 被骷髅王拼死了 我们的优势路也没站住 劣势路也没站住 中路被对方的一个强行的抱团 给推掉了 我这边拿着战鼓 给一个D VLOCK的大招 用来防守 开香味 哎 这个人头 用大招拿掉了 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去打野了 队友的技能也用得差不多了 水人的下路混出了假腿 这样对方的水人跟骷髅王这样核心都比较肥 然后看了一眼我们的赏金 也还不错 假腿天鹰剑 剑胜去野区找骷髅王去了吗 我先不管那么多 先看能不能配合赏金 这个水人似乎是意识到了赏金 没想到这水人还敢回头 来晚了 来晚了 我没想到这个水人会回头 然后我们的剑胜是去了对方的野区找骷髅王 跟骷髅王拼了一波 也拼死了 这样前期我虽然说成功的带动了节奏 而且保证了自己的经济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局势依然是不在我们这边 人头依然是落后 面对这种剧情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你这个点如果再崩了的话 不能说崩吧 如果你这个点的经济再没有打起来的话 局势就很落后了 刚才我们的虚空甲面开局也说了 阵容不好打 确实对方这个阵容团战非常的硬巴 因为他们的两个酱油配的非常好 一个中单的力齿 还有一个Volok Volok一个定型 然后力齿给一个大招 可以在正面团战上取得一个不错的优势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府王 府王也出动了 一起来压制我们 这边下路有限 尽可能多减一点钱 现在是相位战鼓大魔棒 14分钟身上1300 清晰情况还算可以 但是如果我现在出正面装去跟对面对拼的话 显然是拼不过的 所以要稍微过渡一下 能多打点钱 尽量多打点钱 去过渡一个后期装 然后在能帮助队友的情况下 尽量去帮 其实这局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局如果我中路也是劣势的话 这个局势基本上就是一面倒 就是没办法打 所以你前期真的一定要玩一个线上能力还不错的英雄 然后尽可能的在打架端去帮助队友 这样局势不会崩得太快 你还有扭转的机会 你像现在这点时间 我队友刷了点钱了 1700 虽然说也做不出什么质的质变的装备 但是起码有个展望的机会 我这边看到队友已经先手了 就赶紧上 我们这边两个队友直接表达对方 两个角度非常漂亮 我就不KS了 给个D 等队友收掉这个人头 然后现在的剧情是我们的 莉娜和剑胜的一个双大招 把对方的两个将又打死了 这波对面的一个强势的进攻是失败了 但是这波对方伤筋不动骨 你看一下这个骷髅王点金 夹腿加补刀斧 还是刷的很顺 雪魔的话在中路 我给他个D 等到队友过来 现在队友距离有点远 对方的人果然先来的 大招没丢还是比较明智的 但是这一波是可以丢大的 因为队友已经到了 给了个大之后 舒适 因为刚刚那波他是没有丢过大的 所以这波他直接交大 我收掉了这个 哎 这波队友 两个人都死了 被舒适的大招和 水人的W给收掉了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大的 看来这波推进的想法 还是有点太天真了 虚空直接W走 对方的骷髅王也是 马上跟队友会合 我现在是没有蓝的状态 而且大招也丢掉了 虽然说对方 死了一个Wlock 但是还是强势选择推我们的塔 我补给一下 补正好2000亿 现在是需要一个 使我的切入更快的道具 而且能加一下我正面的秒人能力 所以出了一把夜叉 现在战鼓夜叉 相位啊 是我非常喜爱的 雪魔的前期的一个出装 又蓝多 而且跑得快 你可以选择切入的时机 你可以很好地去放风筝 放对面风筝 这边丽娜给了一个T T到了腐 T到了腐王 我对边先给了腐王一个大招之后 吸收一波伤害 我现在还比较肉的 你看放风筝能力很强 好 这样骷髅王和力尺的技能都交到我身上 队友就有这样一个切入的机会 虚空直接敲死了对面的力尺 我对边跟着走 数是没大 不用虚 这波有机会带走对方的carry 好的 骷髅王起来之后 应该还是可以追下我开个战鼓 只要能砍出一刀残废 赏金 虽然我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骷髅王的锤子没有丢我 好的 漂亮剑手大招第二次CD了 那么这波我们又把局势打回来一些 虽然塔一个没推到对面呢 但我们这局后期多嘛 数是秘法加惊奇球能不能追一下 我大招快CD了 给了一个标记 我大招马上有 看一下对面可能会来TP 一张TP 还是给大 算了不应该 这波我想多了 这波我想多了 对了 技能已经交的差不多了 虚空两面 甲腿疯狂 嗯 哦 阴角 这刷的有点快了吧 可能是他们破了比较多塔的原因 但破了我们四个塔 然后这水人直接阴角攻了 这样的话看来水人跟酷炉王的发育情况都比我要好 刚才那波也高估了一些队友的伤害 刚才有点犹豫 但最后还是把大招丢下去了 事实证明那个大招是不该丢的 这样这波下来的话 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团战打了赢塔掉太多了 要推点塔 确实 我们的胜利都是守塔的胜利 对方都是进攻的胜利 因为对方前期对线有优势 站住了线 水人跟沃浪克在下路抱团的话 我们换中 这个就是容易打的三个河上没水喝的故事 像虚空这种后期 前期的作战能力是比较差的 好 我们的换塔速度比对方更快 看来对方确实是准备下推 这波没有看错 对方的人已经在下路形成了一个五人抱团 我只换掉了一个塔 队友这个时候比较迷茫 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队友刚才那段时间是去上路补了一波兵 有两个队友去上路补了一波兵 然后他们又马上赶去下路 这波我先TP了 不管怎么样 这波看到了队友 我觉得是有机会留一下人的 赏金 先手上了 我大招就不给 不给Vlock了 先给力池 递住水人 力池大招丢出去 可能赏金会被弹死 赏金被弹死之后 这边罩住了水人 不错 这波还不错 虽然说掉了一个二塔 换了对方一个一塔 又杀了对方三个人 还是不错的 但是对方的骷髅王马上BKB 夹腿点进BKB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够再破对方一个塔 有难度啊 刚才力池大招交了 但是Vlock的打 啊果然没交 刚想给他进膜 大招已经砸了下来 这样好像凭我们几个人 这个塔也是破不了了 准备撤了 要撤了要撤了 竟好就收了 现在是一波Farm的机会 对方把我们的外塔已经推高了 现在就是Farm手高的机会了 哎呀这个正面打不过 就是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节奏了 对方正面一个腐王 一个骷髅王 一个水人 这三个人一个比个肉 然后两个酱油也是有输出的 Vlock的链条 石头人 还有力池的大招 正面打不过 线上没占优 这种局面要怎么打 就是找这种机会去刷出一些装备 然后打一些反击 像对方 因为前期有优势 他一定会有这种马脚露出来 像刚才那波被我们反杀了三个 却算是对方的一波失误 我们要抓住这种机会 去累积自己的装备 只有装备上去了 正面才有可能能打过 我们队友也做出了沟通 求分不求乐 求乐不求分啊 求乐不求分 我这里呢 看到对方 你看现在这个小地图 对方是看不到地图上有一个人 那么显然是刚刚在下路 刚刚他们想在下路守塔 然后下路TP了几个 骷髅王可能没有去 可能在野区发育 这样的话他们人应该是比较分散的 集中的点可能就在我们野区 所以我也跟队友说 现在是我们应该集中在他们的上路 他们集中在我们野区 我们悄悄集中在他们上路 而且这个塔要破 一旦对方有人来 好吧 对方没有 我想象中这么简单 他们一看野区 野区抓不到人 直接就把我们的肉栅给拿了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打团 打不过对面 剑胜出道A仗 武王是新风盾 也确实是 除非A像刚才那种 力士被秒 Wallock被秒 剑胜的无敌战 和丽娜的大招丢的比较好 这种是团战能打过的 正常情况下 刚正面确实有点难度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在这个利用补刀斧 在这种间隙 刷到了3400 有了一个选择装备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力士的 而且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人在这 直接给他 因为给了力士一个进魔 他也放不出来大招 所以直接把他打死 但是这波对方突然来了5个人 我看到最后一个战鼓 保护队有撤退 这锤如果没有锤到 锤到了 锤到了的话 我就只能先撤一波了 因为野区只有我们3个 杀了一个力士的话 一换一还能接受 他们好像又死了一个 不是个一换一 是个二换一 好像活女被带走了 这样就不太能接受 我们看能不能再 收掉一个 我这里给了水人一个地 水人很尴尬 假腿天鹰界的闪 闪金不断在砍他 但是我没办法上 这个位置对方太集中了 我上去会被对方击火 水人带盾 刚才应该是 驱灵刀的水人 直接秒掉了我们的力士 因为这波想在对方的野区 主动求战 也失败掉了 但是吃到回复的 我有可能会拿 打掉这个盾 看一看 我大招快cd了 给大 直接带走 赶紧跑 赶紧跑 像我一战鼓夜叉 就是突出一个 偷偷摸摸 因为他跑得快 对方又在上路抱团了 四千三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装备 能当刚过正面呢 我觉得这个塔是没办法去守的吧 但是队友已经TP了 我们就过去 身上有没有TP 很纠结这个时候 骷髅王出到了暗面 跟队友说一下 这波如果对面强行打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 但是最好不要太勉强 因为现在打团是打不过的 这边骷髅王先手 除了熊甲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排 切水源 水源是没有盾的状态 给一个大招 这个尖声大招打空了 而且有一个 汪老克大招 护体力士大也到了 这一波 我先把力士大招给 哎呦 熊甲面跳进去 放了大直接死了 哎 漂亮 莉娜在人群之中 大到了对方的斧王 而且这边水源 有点想多了 W进来之后 又出了破绽 我这边再走走看 看有没有 还有没有收人头的机会 现在二划二 还可以接受 虚空死了 然后剑胜死了 我们又看到了 一个残血的力士 这个时候有人TP回去 反补掉下塔 这个骷髅王 现在正面能力太强了 放风筝 但是他能吸血 赶紧再递他一下 不然这Lina又被他锤到了 这边裤子王上头了 哇塞 这个加工一口砍人 有点疼啊 停了停了停了 好像赏金放一下 风筝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赏金的标记钱 100加400多 这样的话瞬间发育 5600 有了一个装备 拯救局势的一个机会 虚空甲面出了一个 他可能想 想净化掉舒适的石头人 所以他出了一个 风光面具之后 又出了一个净化刀 但是他这两个法球 不能叠加的 这也比较尴尬 因为 这两个道具 其实都不是一个 很刚正面的道具 而且输出也不是特别高 唯一的作用就是 攻速还不错 当然死的也很快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能净化的舒适那大石头 慢慢来吧 我出了这个正面装以后 可以稍微顶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选择 因为 跟骷髅王这样的英雄 刚正面 作为敏捷型英雄 唯一的优势就在于 可以用蝴蝶 有高闪 然后蝴蝶的攻速也不错 加的攻击力也不错 我必须要正面 能够跟他们对拼 才能够 因为我的前期铺垫装 是一个 异速流 异速流就是 比较容易找到 对方这种落单的英雄 赶紧叫队友撤 容易找到对方 哎呦 佛王跳了 密法先锋盾 法治长袍 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被他们先手到 佛王先手到 骷髅王跟锤 卧洛克砸大 力士跟大 这很容易被 很容易被 这是一个幻想 呃 我我这个英雄 既然前期出的是 一个移速流的装备 那么我就要出一个 刚正面的装备 这样如而有 落单的骷髅王和 水人这种英雄 我就赶上去跟他一V一 啊 或者佛王也可以 而且蝴蝶的话 他那个D这个技能 是可以增加 哦 我看到佛王 赶紧赶紧赶紧提醒一下 这个 莉娜这个位置很危险 不要被跳到 跳到的话 可能就 要被在外面秒掉了 我们这波争取 等他们犯失误 A帐的术士 蓄灵刀的水人 还有暗灭的骷髅王 调刀的斧王 赶紧跟队友提示一下 让他们意识到 这波团战 我们只能够猥琐的去打 骷髅王出到暗灭之后 又出了个振奋 看来接下去准备出强席 哦 对面打得很稳 准备走 这样还是一个留人好机会 我这边直接开向位冲 直接开向位冲 对面两张TP 哦 对面打得非常的稳 有理由是不着急 因为他们 再出一个强席的话 正面能力会更强 所以我感觉这阵容 已经不太能等了 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我刚出了一个质变装 我抓紧时间 打出一点优势 再这样慢慢摔下去 我们正面还是打不过 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五个人已经出来了 大家都很靠奇 我这边发信号 直接都过来 我们看到中路的人 已经是向这边靠拢 我这边看到了一个 对方落单的骷髅王 我们只有五个人 先杀掉一个人 才有可能形成这个 但是有两个人没过来 只有两个人过来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先过来看一下 这个骷髅王 先给一个R大招 放一下风筝 让他这个锤子的时间 先落空 然后这边开向位 好的 这边我给自己家D 回头砍他 砍他 这个骷髅王收掉 收掉之后 力持来了 我们队友还没到 还有两个队友还没到 我们现在是一个三打二 应该还是可以打 力持这个大招先弹过来 但是力持的这个无敌斩 全部斩到了小兵 这边力持大招 这个力持大招什么情况 我们队友好像来得有点慢 有两个队友还没来 我们这边三打二 没有打过 这个时候两个人来了 这个时候两个人才来 来得稍微有点慢 我的队友 刚刚 哎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来得有点慢 就是我刚发信号的时候 他们其实应该过来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虚空这一波 哎 漂亮 还好虚空没死 其实像这个局势 已经不能对刷了 就要找机会去抓他们罗丹的 不过刚刚那波 确实我们三打二也没打过 三打二如果要是 赏金能留个隐身 这样的话力持的大招 只能弹到一个人 就不会被 这波就不会被打得这么惨 我刚才也是搏命了 毕竟 沃洛克 石头人 我想我只要把这个 骷髅王杀掉 我的血量就能毁满 有点太自信了 但这一波 我的蝴蝶 并没有建立优势 好在我们虚空没死 他可以 继续的出一下装备 沃洛克的大招啊 范围太大了 就根本不知道 他晚上本人视野就小 也不知道他在哪 他就突然丢了个大招 然后让骷髅王缓了一手 如果我不上去拼的话 可能死的就是虚空了 诶 这边 看到了水人 这个水人是逃不掉的 因为我这个移速 我这个移速 他是不可能逃掉的 水人浪了一波 跑到我们这边来打远古了 可能他们自己家的远古 已经被骷髅王打光了 而且我们这边的 剑胜是直接开项位 斩掉对方的酱油 这样的话 终于是形成了一波 多杀对方一个人的情况 我们看看 Boss还没有刷 Boss没有刷的话 是不是可以拿一个中塔 现在他们的复活时间 还有30秒 时间非常宝贵 已经强袭了 非常难打 现在是A战的沃拉克双大 加上一个强袭的骷髅王 还有一个跳刀腐王 虽然说两个人还在独秒 但是这三个人 一位着塔也不太好打 这个时候有刷新了 我们看一下 调查一下队友的装备 感觉是稍微有一战的机会 但打正面5v5肯定是打不过 Lina也是想打 这边他们人应该是刚刚复活 可能TP怪还需要时间 这边腐王一个跳后 吼住我们两个人 先给骷髅王一个大招 然后给沃拉克一个 看一下这边 先把骷髅王做掉 给自己加一个D 瞬间收掉腐王 沃拉克还是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我这边是有图腾的 我这个输出还是不错的 因为给自己加一个D 硬刚骷髅王 刚死了 漂亮 赶紧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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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撤要被弹死了 这波二换二 还是可以接受 断了一下骷髅王节奏 而且让沃拉克大招在外面用出来了 给队友说一下 现在的剧情 但是 我们又有一个人被收掉了 还是亏了 呃 骷髅王死了 水人活着 他们 有没有可能去打 没有去打盾 想强势来推 三个人 我们有两个人 这波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我和赏金两个人 我看这波怎么切入 虚灵刀的水人加力尺 这边水人看到了 我直接给了我 给我扶持了一个幻象 开一个塔房的话 现在塔还有半血 我们队友已经是复活了一个 现在是差不多留人的时候了 队友TP出来就可以收割了 给自己加一个D 先上去 非常高的输出 直接干掉了力尺 水人虚灵刀给的慢了 好的 队友全到了 这样不只能 可惜 只收到了一个 诶 水人钻到这边 但是我没有大招了 我就不去跟了 以免再出现像刚才那样的剧情 我现在是一个出装备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段时间 我的装 我的经济又慢慢的有了 三千三了 水人W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但是他没有TP啊 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逃不掉了 他W应该快CD了 我给了他一个D 这个人头居然是我的D杀掉了 这样我三千八 有一个更新装备的机会 我觉得下面一个装备 我要更新的话 可能要更新一个碎骨锤 因为我现在正面的话 攻速是有了 闪避也有 但是你看杀人的时候 还是缺乏一些这种 控制 毕竟我只有一个大招 大招没有的情况下 我虽然跑得很快 但是对方可以 W走啊 或者是 就感觉控制不住人 所以下一个装备 可能选择更新碎骨锤 现在的话 对方 水人死了 水人浪了 我们可以收个盾 有了蝴蝶加D 这个输出还是比较可观的 而且这波我是有补刀斧 补刀斧打着删非常快 拿到 拿到不朽盾 整个局面又稍微的好转了一些 现在 四千三 确实是有一个选择装备更新的机会了 但是这段时间也不能犯失误 出战骨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回家 打野怪呢 可以回血 然后战骨加的这些智力 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你 吃个魔棒什么的 就不用担心魔的问题了 因为血魔这个英雄 它技能也不多 你团战的时候放一个大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放几个D 就差不多了 四千五 四千五 骷髅王是强袭 但是我的护甲非常高 我不是特别怕他 毕竟我有闪避嘛 他有暴击 我有闪避 所以不是特别亏 对拼 诶 这虚弓甲面 你想多了吧 能秒掉吗 好 还是秒掉 但是这不划算啊 你去跟对方使 还行吧 换个水人 这样的话 对方可能要推了 我们家里面还剩一个剑 剑一个赏金 一个利娜 一个我 就正面没有办法 把他们冲散的话 我们这几个英雄 发挥不出来作用 对方人去哪 没有推中 没有推中 可能来下路抓我了 按照对方这种保守的性格 他们宁愿 大石头都不要了 他们肉山也没得打 诶 看来没有去下路抓过 这波我 我看他们人没有在地图上漏头 我以为是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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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打了伞 他们上去砍了 这样的话我只能上了 队友先吃了一些技能 我这有盾的 历史一个大招 我收掉历史 稍微回点血 一换一 因为这个 石头人一旦上高地 塔就没了 这边他们想直接蹲我 我这波可能要死 可能要死 跑得飞起 给一个T 漂亮没死 这波我只能回去加血了 现在我没有盾 等一下虚空的复活 虚空复活时间马上到了 这边队友还是拼得很凶 我没有TP 只能跑出去 跑得还是比较快的 又是一个一换一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这个局势 虚空好了 虚空活了 我给自己加一个地 上来 输出 一条买到斧王 再追一下骷髅王 再追一下骷髅王 骷髅王有没有机会 给一个大招 漂亮 这一波 诶 队友怎么没跟上 还在发信号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杀了对方三个人 为什么不跟上 继续收割呢 我这给的大招已经留到人了 这是什么情况 哦 这个计膜是来不及给到了 只能给自己加计膜了 还好 熊崽面这个大招罩住两个人 水人拨走 骷髅王给我锤 但是被熊崽面打晕了 这边有机会给个散尸 漂亮 这边徐灵的是骷髅王 我这边先给自己加一个地 先跑一波 这骷髅王可能要锤我 所以我之后看一下队友 有没有输出的空间 水人拨也是我 还好我跑得快 还好跑得快 我大招又快CD了 这个雪魔大招 确实是CD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骷髅王这刚正面能力 真的有点强 他历时在给他加一个皮 真的是没有人能打得动他 赶紧治疗棒 加加血 我现在大招是有的 看一下位置不好的话 给骷髅王一个大招 现在骷髅王没有复活 骷髅王没有复活 没有队友上了 这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没有抓住 国王在上路 我先把血回满 我现在身上六千七 是时候更新一个装备了 算了 算了 我本来想买那个 想买那个生云之刃的 那个胜者遗物 但是我想一想 我买的那个可能 就没有钱复活了 但是我现在买一个晕锤 加一个吸血 还是可以复活的 我这波尽可能保证 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能力 先上面 先上来顶一顶 把这个 把这个大石头人砍掉 回点血 我现在双吸血 砍晕了 骷髅王 但是骷髅王重生CD很快 这个力持大招丢出来 我们躲一波 这波是有机会的 虽然说破里路 但是应该能杀掉这个骷髅王了 这骷髅王带力持的兵甲 确实够肉 我这边上来 直接跟他刚正面 我有双吸血 干掉骷髅王 还有一个水人 净化了之后 跑胸甲甲面 大住另外两个 非常漂亮 我这边给自己加一个地 再去收这个WOWLOCK 我是有晕锤的 好的 直接干掉了 这波杀了对方四个 虽然破里路 但是杀了对方四个 有机会 有机会 中路的一波反推 虽然没有来 来的速度有点慢 利纳和舒适说的话 也挺有意思 他说赶紧来破一路 然后那个舒适说 他马上有刷新了 这样刷新 也涨他们正面能力 再一次加强 现在对方的复活时间 还有二十秒 这个时间应该还不错 我直接顶了 不行了 队友太磨叽了 王给了我一点灯 我对边拿到深渊之位 我的输出非常高 五百 五百的一个输出 加了地以后 没错 我不加地和加地的输出 差两百 这就是蝴蝶 适合选魔的一个点 瞬间破掉对方的中路 这样的话 我们破一路的猎势 就不再有了 但是正面还是不太好打 赶紧走 赶紧走 这波把破一路的猎势 给追回来了 而且我现在出了一个 深渊之刃 我们现在打正面 还是没什么优势 对方石头人 四个石头人 骷髅王又肉 加了力士兵甲 还有一个水人 也很难处理 还有个斧王控制 力士大招 输出也很高 总的来说 他们的输出 比我们更容易 我们这局的话 就是英雄有点重叠 没有办法冲散阵型的话 我们这几个英雄 优势都发挥不出来 夹腿散尸 疯狂 夜 那个欢欣之刃 还有一个 英雄弓 这边必须得跟队友说一下 我这波是买不了的 你看其实虚空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 虚空这个英雄定位 比较尴尬 虚空比较适合 在后面甩技能的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 不是说虚空把人控住 然后我们在后面甩技能 而是 你说虚空 比如说换一个路呢 他开一个BKB 然后开个大招 把对方打走 之后对方一分散 我们就分个追杀 这是我们这几个英雄 雪魔啊 赏金啊 剑圣啊 都比较喜欢这样的 但是能不能冲散 对方这阵型就很关键 这剑圣的位置 会不会有点危险 虚空还不在 赶紧打自叫散 这个剑圣要被抓了 还好父王没有跳吼他 对面也 也有点怂 他可能背面的人还没骑 给了虚空一个 买装备的机会 虚空买出了蝴蝶 双蝴蝶 对方开了一个雾 非常机智 这灰王是不怕死吧 哎 傻了 犯了一个失误 还好我大招CD 还算比较快 就看这路能不能守住了 这路他们要直接转破 我们两个 哎 剑圣直接砍上去了 我说的是 我不说是让你先上 没让你在这个位置上 这边虚灵刀的主人 又是一套秒掉 莉娜 这波我们非常的紧急 我们是不能买活的 如果死了的话 这一波就要 记了一个节奏 马上四个石头人 被净化掉 我先回去补一下 看一下这波 两个高地塔能不能守 治疗药膏买到一边去了 吃掉治疗药膏 拿到我的小吸血 给自己加一个地 看一下我们队友 又死了一个 现在是三打五的一个节奏 这边力气的站位不好 直接把他秒掉 杀掉了第一个 看一下釜王跳吼 釜王这边跳吼的话 他位置也不太好 我这边选择给水人一个R 然后给自己加D 上来以后 给一个深渊 秒掉水人 这样的话 他们再扛我们第二个塔 第二个塔 我们现在还有 还有两个人 只有我跟剑手两个人了 但是我现在很猛很刚 干掉第三个 釜王干掉了 剑手买活 还剩两个 我跟有一刀砍 因为骷髅王 好我们队友复活 这波守住了 虽然破掉两个高地塔 但是这一路换 换到了我的装备优势 这个大骷髅王肯定是要死的 又出了一个恶魔刀锋 好的 好的 这局不翻 真的是对不起观众了 这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现在直接去破上路 骷髅王一个人买 但是他们其他人 还服务时间有点快 二十多秒 二十多秒 队友还没到 我一个人过去的话 打骷髅王一个人可能打不过 来了一个赏金 虚空也活了 队友都活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盾 对方还有二十秒 应该是 这个沃洛克是逃跑回家的 沃洛克逃跑回家的 跟队友再次强化一下 关键现在我们打正面 是没法打了 只能在外面打 不然的话被一波激励的 我们这边先去杀一个沃洛克 转一点 再回去把肉扇偷了 这个局势应该是正确的 先给一个R 给自己家D上来 开向位 先拿掉塔 然后杀这个沃洛克 一二三四 四刀干掉沃洛克 然后回头打这个肉扇盾 我现在输出非常高 他们死了一个沃洛克 应该不敢出来 跟我们球团 这个肉扇是有奶酪的 这个肉扇是有奶酪的 而且我这边可以更新一个 把这个打掉的钱 是不是就够做一个撒旦了 你们拿吧 算了算了 我撒旦家 要不我拿 队友都不太想拿 好 看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 哎呦 我舒适买活了 刚想说下路能打一波呢 等一下我的 要不等一下我的撒旦吧 我这钱应该是撒旦也够了 没错 三千四 撒旦加 深渊 蝴蝶 再加带盾 这样我正面能力很强 如果队友刚不了正面的话 我可以先去试着刚一波 不管能不能杀掉人吧 我起码能够扛很多的伤害 我这边先拿了自己的撒旦 虚空友情提示了一下啊 我的这个死亡面具 刷新 WallockA 胜大 这场真的是神装对神装了 这边还有战骨 不行 他们不出来了 他们必须会出来的 他们不可能不出来 他们不出来 我们就打钱 打钱继续装每年啊 也不着急 这边就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赶紧人先集合就可以 赶紧人先集合就可以 哎呦 这边 我二了 我有二了 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了 没注意这是幻象 没关系 Cd快 他们不出来 他们就一辈子别出来 但是千万不能让他们五个人 抱团像一个 像一个这个军队一样的 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的这个 兵基地下面 然后我们就没发手 这边有一个幻象 他们如果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去打屏幕上的钱 因为他们不出来的话 他们生存范围 就是活动空间很小 这位爷怎么把自己推到 这么一个尴尬的地方 虚空做出了 假腿疯狂夜叉 但是他这个装备有点脆 他开了疯狂很容易被人干死 他 不出PKB的话 可能水人一套 不秒丽娜秒虚空 虚空就直接死了 打两个远古 还是不够钱买活 虽然不够钱买活 但是我现在相当于三条命 撒旦算一条 然后布朽顿算一条 又是对方大军压 进了一波 这一波非常强势 对方的阵容搭配非常合理 这波我们只能出来守 不然的话会非常危险 赶紧出来 这个队友还不赶紧集中 这波要叽叽的一个角度 一旦对方上了我们高地 我们根本守不住那个基地 几下又被打爆了 骷髅王这么热 我们赶紧出来 看一下我这边 骷髅王先锤了我 这样的话 丽娜就有空间 丽娜一个踢没有踢到 非常尴尬 这边历史开了虚零刀 这边府王跳吼我 水人虚零刀二连 虚空踩面怎么在 我旁边走来走去 这边我老可一个大招 然后我这边开撒旦 我老可第二个大招 骷髅王锤子也给了我 虚空踩面怎么走了 丽娜大招虽然给了府王 但是没有秒掉 赏金死鱼 不免有益 这个时候我 虚空踩面不上去输出 完全没法刚正面 我这边是稍微顶了一下正面 顶了第一条命和撒旦 我这边赶紧把战鼓拿到 虚空踩面现在大招 应该还是有的 而且他身上应该有个奶酪 我觉得这波应该是有机会守的 对方濒临城下了 现在净化刀 应该已经消灭到了部分的石头人 我这边看到 虚空踩面被集火 我这边直接给自己家一个地 上去输出府王 府王一刀两刀三刀 直接带走 然后看一下正面 对方三个人 再加上一个石头人 还有个水人四个人 我这边先输出这个力尺 力尺非常的肉 然后给我一个晕 然后这边力尺开了力杖 我这边给自己家一个地 必须要先钢掉这个力尺 我现在撒旦又好了 虚空这个时候开大招 硬钢正面窟窿 虚空身上还是有奶酪的 应该可以钢过这个窟窿 我现在血量并不是很多 我直接收掉这个力尺 开撒旦 直接收这个Wallock 现在的话开一个向位 看一下冲过来 这样的话瞄水人 水人位置非常好 这边直接给一个身边之刃 然后水人冲走 这边给一个大招 直接带走水人 这边开一个地 冰钢 哎哭咦 哎 虚空呢 有人 好像都不够钱买活 对面这个阵容 刚正面太凶了 我们必须把他们分散来点 虚空出来的时间太慢了 而且他最后没有吃出来奶酪 呢 从眼前都不够钱 看一看 对面 大招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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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无 有 有 无 无 好的那么看完了精彩的DOTA视频 让我们来进入一段更加精彩的淘宝推荐环节 在这个环节之后呢会有一个抽奖环节 因为一直以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于我们不但是做了视频的抽奖 还做了一次比赛的预测来支持西雅图的DOTA2的邀请赛 这次预测中在微博有一万多的留言 我们也是成功的发现一万多人 我们找的手都麻了 就是发现只有一个人成功预测对了 还只是预测对了前三名 也是恭喜这位同学获得了一个iPad mini 那在今天的节目背后呢会抽出在 之前的DOTA2贴8的几个幸运的中奖的玩家中的一位 获得一个iPad mini 你不得不说贴8还是藏龙卧虎 回的人并不多 但是有四五个人都成功预测对了前三名的一个牌位 那今天的这个片尾呢会有这个抽奖 那么在抽奖环节之前 在进入淘宝推荐环节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讲 我最近发现的一款非常好玩的一款网页游戏 平常大家对网页游戏的理解 应该都是点一点 然后发育 不管是人还是城镇 主要都是以点为主的 没有什么操作 但是今天的这款街机三国非常有操作的技术含量 是一款类似于之前我们小时候玩那种街机类游戏的 这样一款网页游戏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看一下 我这边带着大家去逛一逛 我们的新服是在23号 也就是周五的中午还是下午会开 但是 着急的同学可以先去体验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这边进一个服 好 这个我已经是建了一个人物了 随便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是一共有五个不同的人物可以选择 进入到游戏的界面中 首先是已经进入到了村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游戏的一些 因为我已经是拥有了一些道具和技能 还没有 好 获得了一个叫八荒魔斩的技能 听说张角的第一关我已经搞定了 这一套就是游戏的游戏介面 这一套我刚刚学的这个技能叫 雪之八荒魔斩 这个技能非常酷炫 这游戏刚开始的话 操作难度会比较简单 但是看过的话 战队就上完 我觉得大家也会记住做各种各样的连技 你看 哎呀 这个技能比较好 张良 就是晨曦的一个小佛 我们看一下 没有 这套汤包还是非常给力的 虽然说只有 只有刚开始没有达到这套酒机 但是后者的汤包还是打出 比较多的联系了 而且可以继续合 美国一端呢 应该会获得一些的道具和物品 当然可能还是会有钱 然后增加一下自己的武装 那么这样一款游戏 这次 他们开的新服 我也是 跟他们搞的一些活动 有幸获得 前几名的同学 可以获得我之前拿到他的时候的一些装备 主要和键盘之类的 那么 精彩的游戏推荐环节就在这边 这个假期 发生的假期 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 还有意欲 可以尝试一下这款 三国题材的 阶级活动的游戏 那我们进入到更加精彩的淘宝推荐环节 这次呢 不得不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上一次 上一次很多同学都是冲着我这个淘宝推荐环节来的 结果没想到一看 发现全部黑屏了 我也表示非常道歉 非常抱歉 我会尽可能的在之后的过程中 多几倍的弥补大家 让大家看个痛快 这次还是只会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的推荐 就是我们外设店 外设店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外设店是会有很多的套餐活动的 你购买了套餐的活动的话 不但可以包邮 而且还可以送一些比较好的 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比较精美的礼品 比如说这款超大的DOTA手标垫 非常的给力 除了这款产品之外呢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套餐中的键盘 以前呢 我们都是搭配这个复仇者的键盘 但是现在好消息是复仇者键盘有升级版 这个升级版比之前只贵了37块钱 但是之前的话 你只能选择红色或者蓝色 现在你可以一次性选择七种颜色 也就是意味着 它一个键盘就可以有七种不同颜色的背光 而且在游戏的功能键上做了保一流 边上的侧键 你可以选择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功能 然后上面的多媒体键 让你在看片的时候可以 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你的手感觉用不上的话 你可以很轻松的点击这个屏幕上的多媒体键 七种不同颜色的背光 这款复仇者2的键盘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 正好到了新的学期 是不是要买一下新的装备 我们这边除了给大家推荐这个复仇者新的键盘之后 会带来一些我的一些专属 特别定制版的鼠标 也是敬请大家关注 那么这一期的淘宝推荐完成就到这里 我们来给大家抽奖 那由于我之前抽奖的过程是在杭州放着 然后现在人在出差没有办法拿那个视频 所以说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最终预测正确的这四位玩家中 获得抽奖的是这位 WEIRD下滑线L的这位同学 恭喜你获得了iPad mini一个 也是希望你之后在DELTA的过程中 能够越战越勇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